赶紧简单的收拾一下 然后就准备带上娜娜去楼下找我老公 大家都现在是穆斯林是戒斋嘛 但是我老公正常的吃饭没有戒斋 但是今天跟一起工作的小伙伴们 他们都是戒斋 所以说我老公为了尊重他们一天没吃饭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 赶紧收拾一下陪他出去吃个饭 太可怜了 娜娜快点 小伯 这谁呀 你不认识 我不能拍别人不礼貌的 你戴上帽子呢 现在已经下来了 看看我老公今天带我吃什么美食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以后如果疫情结束来这边旅游的时候 然后就知道吃什么了 有很多人留言问我说你老公戒斋吗 目前我老公是没有戒斋的 我当然也没有了 但是我公共的话他是每年戒斋的 我婆婆之前会戒斋 但是这两年身体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也放弄了 这个就看个人吧 我小姑子的老公也是比较浅诚的穆斯林 家里边也比较传统 他是也没有再戒斋 因为他那个胃的状况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他没有 我小姑子的话是容易滴血糖的人 他也没有戒斋 土耳其有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小街道 尤其这种街带的话 有很多就是房子都是私人建的 就是一栋一栋的 可能有个两三层吧 土耳其跟伊朗房子最大不同是 伊朗的房子的话要求保留40%的院子 60%的建筑 但是在土耳其的话 就是可以建满要求的话 就没有院子 像我公共他那个房子的话 只能必须要保持40%的院子 60%的建筑 这个就是土耳其房子跟伊朗的最大区别 而且如果是房子不达到250 平米左右的话 好像是不能建的太高 只能建三层吧 如果是超过250米之后 建的可以高一些 看我老公今天找到的就是这个餐厅 刚才他忘记怎么走了 然后我那天从这儿过的时候 我记上这个名字了 叫瓦里的爸爸餐厅 很有意思的名字 他们这边起名字是挺有意思的饭店 好了我们先去打卡一下 看不看这个饭店好不好吃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过来的一个餐厅 看这个名字 爸爸也晚离餐厅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阿富汗比较传统的一些装饰 五彩缤纷的 然后这个在伊朗的话 大家跟着我吃饭的时候 也能看到一些这样的餐厅 就是要脱掉鞋子坐进去 然后很多人问 如果脚味大怎么办 拿我老公为例吧 他早上出门之前会洗一个澡 如果白天把我一天回来 晚上睡觉之前 肯定是再洗一次澡的 然后是袜子的话 也是每天有换起的 目前没有碰到有脚臭味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帮大家解答 有脚臭的话 怎么办这个问题 先上来一份金灿灿的汤 我老公已经 忍耐不住的先喝了起来 饿晕了 这个味道有点一言难尽 我老公说是一米做的 但是我喝着不香 说不上那种味道 好喝吗 我老公竟然喜欢这种 起起啪啪啪的味道 这个汤低口 感觉是一言难尽 但是越喝越好喝 这会感觉还挺好喝的 那里边这个豆豆挺好吃的 我老公又是吃他的手抓饭 这是大米是哪里的大米 大米大米是什么 这个是大米啊 大米是阿斯库的 可以吃饭 阿富汗蒜 普洛是阿富汗蒜 他说这是因为之前有人喜欢这种大肠米 老公说这应该是巴基斯坦的米 这个烤肉串是我的最爱 这个囊也是我的最爱 我老公只要来阿富汗蒜坦的话 就必吃的一定是这套手抓饭 哦哦 看这个小小小小姑娘 水的香的 把后来买点水果 你看看这样这是什么了吗 这个就是伊朗人 还有中东人特别喜欢的那个椰子 现在买了两个那个牛油果 老公买了一堆这个橘子 看蜂蜜 苹果 这个苹果是我比较喜欢吃的 我最喜欢吃蒜头了 但是在国外买不到蒜头 你看它那个蒜头都在这里边的 看没 它都在这里边了 太可惜了 哎呀今天是打卡失败呀 本来是觉得如果是能找到好吃的餐厅的话 给大家分享一下 结果去踩点一下 味道真的很一般般 但是这个餐厅是我老公前两天路过的时候 踩点达到了 然后看到那个装修觉得特别正宗 结果一吃不是那回事 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然后回来之后把那个水果细细拴上放冰箱 已经到这个点了 老公闺女已经睡着了 然后我也细细睡了 这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想要关注了解更多的伊朗跟托尔奇 记得关注我我是小金拜拜 拜拜